很脆啊 挺好吃的 我期待值太低 我沒有期待 不,好輕鬆 我是Mira 又是韓國大學的tour時間 不知不覺都去了很多大學 其中有一間大學都很想去的 就是背後這間 城軍館大學 其實想去的原因是 聽說有很多明星都在畢業 比如是送中機 還有 好像很多人才背出的地方 我身邊很多人 都是讀城軍館的語學堂 所以今天邀請了一位嘉賓 他也是在城軍館讀語學堂的 就是Susandy Hi 你現在讀城軍館多少級 六級 好厲害 你快畢業了 對 剛剛開始六級 那你是不是從一級讀到六級 在城軍館 不過我一至四級 2015年讀 即是你分開來讀 對 今天由你來帶我學校tour 我們由這個入口 左邊有一條萬里長城的路 所以Susandy說走右邊會開心 馬上有間無限review的肉 嘩 炭燒肉 還要不貴 13500 是因為在學校附近 旁邊 所以這麼便宜 所以通常在學校附近的餐廳都很棒 這裏進去是古代學生讀書的地方 對 我想說很厲害 想拍那些韓服照 我要來這些地方 沒錯 馬上有人拍韓服 還有這裡秋天一定要來的 因為有楓葉 有楓葉和銀行 嘩這棵樹很大 這棵樹很大 這棵樹是楓葉 最後那棵樹大 最後那棵樹大 最後那棵樹是六百多年的銀行樹 然後這個位置會很醜 明論堂 以前的學生就在這裡讀書 是任何人都可以進來的 現在是任何人都可以進來的 為什麼我覺得很古色古香 沒有人的 好棒啊這裡 雖然是進來沒有 但是感覺是很困難 是很舒服 可能因為現在又不是什麼 上課堂的時間 然後暫時見不到我身 可不可以坐下 我想可以但應該挺骯髒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鴿 然後你過來夜餐 那些鴿應該會過來搶你的食物 發現一個 但是沒有棍子 對呀 用手拍 那扇門很危險 真的到 真的到 到啊 碰到的 發現新大陸 Sandy說這棵樹是新建的 就是鑿開一棵場 然後建了這棵樹 這棵樹是新建的 是嗎 這棵樹很新 原因就是為了這棵建築物 這是國際的建築物 很勤勵 暑假都在 用工讀書 很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出去 我們終於呢 上到比較多學生的地方 國際館 整棵都是 我們剛剛來的那棵 旁邊有一個 六百周年紀念館 六百周年紀念館 有時候 學校 會請一些藝人明星 過來開 小型演唱會 有學生證就可以了 就是外人不能入 很慘 沒有必要分享這個資訊 我想問剛才在入校進來 是不是就是這條萬里長城 沒錯 終於上完了 我們避開了 好開心 因為之前聽說要走 十五至十分鐘 夏天很辛苦 走斜路上來 超好 以前是免費 現在我不知道 應該都免費 我還以為去地鐵站 那些書宿boss 城溫館有兩個campus 兩個校園之間有車 來回其實也不錯 我覺得水源有點遠 如果你可能坐地鐵這樣過去 這件事很麻煩 而且 胃化這個鞋 很遠 一個頭一個尾 沒錯 送中機讀過 那一棟 經營學院 那我們現在去哪裡 兜一兜經營館 因為很熱 屍心 但他剛剛說 因為說 城溫館那些 建築物全部都是差不多 所以 沒什麼必要走到這麼多 後面這個草地就是學校 春天和秋天搞的那些 校制 就會在這裡鋪舞台 但平時他因為他圍著 是不是不可以過來什麼夜餐 就是採草地 之前是沒有封的 現在不知為什麼封著 可能草未生 對他要給草生出來 有時候 延南洞或者那些都會這樣圍著 因為可能被人坐到扁了 好 入冷氣地方我也很熱 欸 餐廳 還有 還有 好像很棒 這個有點純粹 對 最喜歡的三十點 飯機 我可以買錢 這個挺好的 寫時間 CUT OK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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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好不好吃 重點不知道好不好吃 他的價錢 我覺得 他不算便宜 對 因為普通話可能是 三千四千就可以有交易 很脆啊 番薯芝士加豬扒 挺好吃的 我期待 值太低 我沒有期待 所以他 不是 OK 我吃過這麼多間 學校餐廳 延世哥好吃 好像餐廳一樣好吃 之外好像 其他都是一般 但因為我後來看了一個 白中原的節目 有一堆人在煮學生餐 又要想到 價錢要很低 又要好吃 是一件很難的事 所以我以後都不會 批評學生餐 哈哈哈哈 因為真的很辛苦 看見這個過程 這麼多 哦 乳酪湯 就在這裡 哇 這裡就是一個 鹹舞柱的東西 對啊 現在因為是暑假的關係 所以 都不關事 不關事 是因為現在下班 下班 下班 沒有了 我們看不到課室嗎 課室 看不到 為什麼 課室在不同地方都有 但我不知道 還有哪裏有 看不到啊 普通課室真的沒有 但是它是圍圈這樣坐 還是怎樣 看看你的班有多少個人 老師才決定怎樣坐 通常有多少個人 我現在的班是8個人 這麼少呢 因為6級 很多人都不動 5級的時候 有14-15個人 因為以往我 雖然很久 但那時候我應該有20個一班 至少都有15個人 以上的班 所以我們課室我覺得 不算細小 之後參加很多行業 大致上都是這樣 U字型 但是我們是幾張都排在一起 一組一組 這樣坐 雖然現在沒有看 乳學堂的課室 但是我們找個地方 聊一下乳學堂的詳情 其實也挺厲害 不知道有很多妹妹 想要想就到處走 一個陌生人 絕對會擋失 我也不知道自己去哪裡 我跟著 現在要去花園 今天才看到樓梯這裡 扮到很漂亮 不錯 看這裡 啊 洗頭是那邊 那邊 那個對 看不看到 那個 啊 除了這裡 哪有 有 還是應該 給學生 上來休息 休息 休息 這樣 寫命是禁煙的 好啦 那現在呢 等Sandy來分享一下 已經讀了六級的 藥堂的一些心得 你為什麼會選成軍館呢 因為成軍館 六個星期一個level 就比其他學校快 其他學校是三個月 那就可以省住宿費 我覺得 但是價錢方面呢 價錢好像跟其他學校差不多 我以前呢 大概是 一百六十萬左右 一個學期 普通就是三個月一個學期 但是 你也是這麼想價錢 這麼想 但是就 時間是長一點的 因為有個 吃飯時間 我個人就覺得有吃飯時間 不是那麼好 因為有很多人是想 用一個 長一點的時間來體驗韓國的 那我早早完結了每天的 讀書的那個課程 然後就做自己的事情 會開心一點 但是他就不是這麼想的 因為我們通常中間呢 就會放一個 算是考完期中試 然後就放一個小假 通常是十天左右 但是成文就是 可能是隔了星期六天就要再上學 算是比較扯的 那你自己讀完六級 你覺得 會不會很難 或者怎麼樣 之前那些我就不是覺得難的 都應付到 不會說很高分 但是不難 但是現在六級 剛剛開始了 今天是第三天 也挺難的 你一級的時候 你是由零開始在這裡 本身可能會懂一點 就是看漢劇 怎麼都會懂一點 但是在這裡是由 無音、止音的開始學起 你想不想 每天上課之前都要備課嗎 不需要備課啊 我自己就 但是上課後 學完的東西就有回去溫習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超級專心 就是老師教完什麼 我當下就會明白 然後 是明白到我不需要再複雜 第二天我就直接可以開新的一課 然後理解到是沒有問題 尤其是如果是成文館那麼扯的話 你不當日立刻搞定你學過什麼的話 你應該很難去第二天再跟得上 每個人可能來讀學 等個目的都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想說多些東西 有些人可能想深入去鑽研學文 你覺得韓軍館的教導上面 那個文化或者講話的比例是多少 成軍館他現在教書的方法就是跟著本書教的 每一課開始的時候他都會教單詞 看看那一課有幾個文化 有時候兩三個或者三四個 之後就是 listening reading 完了之後可能就會有一點補充的 坐詞 現在兩天一課左右 這裡講話又不是很多 都是看老師的 有些老師會準備定 PowerPoint 那課教了的東西 他就會問你相關的問題 或者要你用那個文化來回答他 即是你這麼多級 你覺得你班上的同學 可能講話溝通的水平是如何 我覺得我讀四級的時候那個氣氛是最好的 因為四級的時候我最友善的朋友是 一個是蒙古朋友 不懂中文的 有一個中國女孩 她就是想自己韓文很好 所以故意不講中文 我們三個就整天用韓文溝通 那時候就是講得最多韓文的時候 講一下我以前的經驗就是我覺得 不會學兩個文化 但他們就會只根據那兩個文化 一直講 我跟班上的同學可以聊天 機會好像不是那麼多 因為很多時候都只是用完那句文化 連接不到下一個 所以就會變成那個溝通好像中斷了 老師會令你熟悉那個文化 但不會令你很順地用到那個文化 可以講到其他東西 成均根你覺得 這麼多級裡面會不會都有這些問題 其實都是看老師 五級的時候老師會想 你在課堂上面講多些東西 那老師就是 不一定要用教主的文化 來講他問你的題目 他只是想你講多些東西 你平時要練韓文的 那你會用什麼方法? 都沒什麼方法的 我就說四級的時候認識到 在韓國認識朋友也很難 那我也有用教育APP 都真的有識讀朋友 但是不太多 住宿的問題 你是住什麼地方? 我之前住在考試院的 你學校很近 五分鐘的路程就到了 但是現在我 就跟一個 roomie住 那個價錢其實也是跟考試院差不多 那房間就大很多 總結的話 你會不會推薦大家來 成均根讀藥同? 成均根他教學 雖然很急很快 但是也是學到你想學的東西 如果你想節省時間的話 成均根是個好選擇 有些人可能會想做part time 或者做自己的東西 你覺得有沒有時間? 我自己因為除了讀語學堂之外 還有學其他東西 沒有玩part time 其實成均根是不能做part time 他寫明 但是也會有人偷偷地去做 如果你讀成均根的話 可能要注意 忽然間他有些想補充 軍管他語學堂現在就自己出書 但那本書就不是語學堂老師出的 應該是教實韓文 如果不是怎麼出書 然後出的書有很多都是錯的 要有空格的地方 他就沒有空格了 他改完之後 現在就出一本對的書 現在是對的了 現在應該是對的了 好 還有夜再補充 成均根語學堂 他是由一級開始 已經是全韓文的了 就是你學自音無音開始 所以老師也是要用韓文跟你溝通 換句話 你要韓文底才可以進來讀一級 因為其他學校的話 聽說 就算一級的話 也有分 認識少少底 和完全沒有底的 有些完全沒有底的 老師都好像會用英文開始跟你溝通 但如果認識少少底 應該都會從韓文開始 我覺得今天的tool已經夠了 好 要就此完結了 好啦 今天 成均根語學堂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看完這影片的話 都希望對你們有個慘巧 好啦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的話 記得按個like我 記得訂閱我的IG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想讀一下 記得按按按訂閱 還有旁邊的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